这个孝勤怎么个笑法 尊师不是老师希望你尊重他 我们这样想全错了 孝勤尊师是信的了 一切众生自信里头本来有的 连畜生里头都有小道 你细心就观察 中国传统的文化 从哪里出生的 以什么为基础 我这么多年来学习观察 我深深体会到 它是从父子有亲 那个亲爱生出来 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梗 跟今夜三复第一句 小羊父母有个意思 天性信信得了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就知道了 第一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希望这个天性 永远保持下去 父子的亲爱 这一生不会改变 这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把他发扬光大 那头一个就是五人 从父子有亲 发展为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有有序 朋友有信 都从这个根发生掉 这个五人是说关系 我们深到这个人世间来 人与人是什么关系 父子的关系 夫妇的关系 君臣的关系 长幼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不出这五大类 这五大类把我们的关系讲尽了 统统包括在里头了 那么做人根本的德行 就无常 无不是从 父子有些那个亲爱里头 延伸出来 那是个根 从那里伸出来 仁义离智信 无常 常识永恒不变 左传上有一句话说得好 人气场在妖心 这个常说 这是人道啊 天道啊 人天道啊 如果这五样东西没有了 不要丢掉了 那就 那这个世间就是妖魔鬼怪了 他不是人了 这左传上这句话 意思就是这个 离仪廉迟 思维 观众提出来的 一般众人知道的是巴德 小提中心 仁安和平 全是从 父子有亲里头 延伸出来 好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